mission and lift off 這是SpaceX在一年內 第三次使用龍飛船將宇航員送往國際空間站 同時也創下了兩個第一次 這是SpaceX第一次同時使用回收的火箭和龍飛船 來執行載人任務 此次升空的奮進號龍飛船 曾在2020年5月 將兩名美國宇航員送往國際空間站 而獵鷹9號火箭則在去年11月 將四名宇航員送到了國際空間站 此外 這也是第一次全部宇航員 都接種了中共病毒疫苗 歐洲宇航員佩斯克表示 如果在國際空間站爆發中共病毒 將成為一場災難 預計分級號龍飛船 將於美東時間週六早接時候 遞達國際空間站 四名來自美國、歐洲、河士本的宇航員 將在那裡執行為期六個月的科學實驗和維護任務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